有佛有过去发过的誓言 或者是读誓 需要念多少遍理合大臣回文 才能去除呢 是否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要看感应的呀 如果你发的读誓 你发的读誓 如果你当时有护法神走过 或者有过路神走过 他把你记下来 你这个读誓就起作用了 那你就不是一遍两遍的 如果你发的读誓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有口无言 有口无心 随便讲讲 可能就过了 没什么事情的呀 不会发什么事的 这就是看你当时的呀 不会 你倒了没了 所以人家说你碰上了就碰上了呀 就像警察撤你酒精一样的 开车撤酒精一样的 你碰上了你就倒霉了呀 他又不是每辆车都撤的了 听懂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护法神如果经过的话 他发了读誓的话 需要念多少遍理合大厂回文 一般的你发了读誓之后 你不做的话 你一直倒霉嘛 你就要多念了 像这种四十九遍七百的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 师父 哎呦